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中国完全开放 它现在怎么开始内部大量的感染 大量的感染以后会不会产生新的病毒 而这个新的变种会不会造成一个更可怕的风潮 还有就是现在按照英国他们所做的模型 到了明年的1月2月 现在才刚开始 1月2月会到这个高峰 然后到了3月4月又会到这个高峰 这样的一个高峰的结果不只是中国人受害 而这个中国人受害之外 这个病毒有没有可能扩展到了一个全世界 特别一海之隔的台湾 我们会不会受到冲击 而不止如此 现在大家更关心的一个更可怕的状况是 中国现在供应链全部都锻炼 现在刚刚讲的 你要么就是你找不到货 你要么就找不到货 你找不到工人来做 你找不到工人来做的话 就是做好了 我也没有人可以运输出去 所以现在刚刚讲的特斯拉 特斯拉居然讲我现在要停工 为什么要停工 我进行税修 但问题是 你过去并没有税修的经验 你为什么现在要税修 如果以特斯拉为例的话 是不是现在中国的很多的产业链 都出现了所谓的断供的状况 如果断供的状况 那对中国的经济来讲 是不是又雪上加霜 而对台湾来讲 我们最近我们的止痛药现在买不到 止痛药买不到 当然民进党政府讲 那是中国把我们很多东西买去 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原来我们很多的这个止痛药 我们的原料药来自中国 如果中国它现在断货 如果中国现在很多的供应链断链的话 那对台湾很多的民生物资 这个止痛药是不是只至刚刚开始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另外一边 对大方首一趟 财经专家黄苏宋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岛电视报总裁 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国民党的 立法院员李贵敏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上周的总组部李国珍 你好 好 第四位是 食品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战略专家李宁辉 大家好 刚刚讲的 现在全世界 已经注意到中国这个疫情的发展 大家非常担心是 三年前这个疫情是从中国武汉开始爆发 爆发了以后感染到了全世界 现在你中国完全没有风控 你完全没有任何管制 没有管制以后 你让这个病毒交叉感染 会产生新的病毒 而且虽然刚刚讲的 按照英国的资料 现在的爆发 只是刚刚开始 没错 真正的高峰还没有到来 而且那中国这 接下来几个月时间 或是人类史上 我们可以很难得看到 这么严重的疫情 在这个国家爆发 而且现在怎样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印度似乎是杀手不管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中国杀手不管的 比印度还要更严重 他现在索性怎样 完全开放 国家卫健委 我目前也不公布数字了 从12月25号开始宣布盖牌 我再也不公布相关的数字 中国也太极端吧 要么就是严密封口 只要有一个人 整个社区就封掉 现在是我不管 什么都不管了 什么都不管 不管到什么程度 你看印度当时我们说 他是人间恋狱的时候 他好歹还接受国外 你要疫苗 疫苗药品都来 呼吸器我都让你去支援 他中国现在完全不支援 你不用给我 不接受 我自己可以搞定 你知道这怎么可能会搞定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中国的疫情 医院殡仪馆完全负荷的 超载的状况之后 大家人民抢不到感冒药 抢不到退烧药 再来整个供应链完全中断 整个全世界也很担心 你中国对疫情会 对全球供应链会有什么影响 再来现在很担心什么 你中国这样交叉感染 会不会出现一个 比Delta更加严重的大病毒 对 你应该做的一件 因为Delta就是因为 当时印度的大规模 对 没错 而且它的人数那么多 它就像一个 等于说毒物盆一样 在那边聚集 跑这个新的病毒 对 那会不会有新的 对 所以大家说 你中国这样 太不负责任 所以你知道英国媒体 就直接下个标题 就说 邪建平啊 你搞砸了一切啊 好 然后我们就讲 英国人这么生气 对 因为真的太生气 那你想说 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是最差的状况吗 宝姐 不好意思 才刚刚开始 因为中国已经盖牌 所以现在用 国外的大数据来分析 他们分析说 现在中国的疫情 开始在上升阶段 但它现在只是 在这个阶段 它会到什么 明年的一月初的时候 会有一个高峰 高峰这是什么 每天感染人数 会来到370万人之多 后来会略为下滑 因为春节 他们可能回家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时候 可能没那么严重 但是春运之后 结束了 又开始往上飙 会飙到4.2万 所以春运之后 每天会有420万 那你知道事实上 江西省政府 我觉得它说一个 非常有意思 它前几天说 大概约莫估计到 明年3月的时候 我们江西省 会有百分之80的人 全部都染疫 这也太差了 这就是一个中国的数据 如果中国百分之80都染疫 你就知道说 中国的疫情 当然到目前为止 只是刚刚开始的阶段 好的 刚刚讲的 现在刚刚开始的阶段 会出现什么状况 它现在出现 非常明显的一个缺攻 刚刚讲的 特斯拉说 现在我要休息了 另外就是 挪威的这个公司 它说它的中国工人 八成以上都感染了 而且那事实上 现在为止来说的话 这个国外的航运商 都很担心 因为它只要一旦 建到中国去之后 中国航运的 百分之80的工人 目前全部都染疫 另外他们所有的 供应链目前为止来说 特斯拉的供应链 纺织供应链 全部都几乎停摆 譬如说今天最新的消息 特斯拉突然之间就宣布说 我们的上海工厂 要停舟一个礼拜 大家想说 你要停工一个礼拜 到底要做什么 它说我们要进行一个 税修的这个状况 你过去哪有什么税修的状况 根本没有这个税修的状况 而且你是新厂 而且你这个不单是新厂 你每天产生的这个塑料 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Model Y跟Model X 产量非常大 它目前为止 占整个特斯拉最重要 就突然之间就停工一个礼拜 那到底为什么停工一个礼拜 它没有说任何理由 但是很简单 因为外媒就是 华尔街日报去采访了 特斯拉一个小部门 它特斯拉一个小部门说 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的部门 有把这20的人染疫 那20的人染疫 根本不可能来 你看特斯拉的供应链 那么零零种种 一大堆都在中国 都在它的周边 那像特斯拉本身 有20的工人染疫 你看周边那些厂商 有那么多 你只要一两个厂商 四五个厂商染疫 它停工之后 整个特斯拉 你就算工厂开 你也没办法做 因为零件根本没有来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他们现在整个供应链 也完全断掉了一个状况 所以物流业 目前为止也找不到人 所以等于是 你开工没有人 不好意思原料没有到位 周边的零主件工厂 没有到位 你的工人也没有到位 物流你要送出去 你做好你也送不出去 所以现在索性 伊隆马斯克就下一个决定 好 我们就把它关掉 一个礼拜不要做了这个送号 所以你说 现在中国的状况是 第一个 我找不到工人 我的工人都生病了 第二个就是 我找到工人 我就在要勉强做 我叫不到货 因为我的卫星工厂 也都生病了 第三个 我好不容易做好了 我也送不出去 所以索性大家都停工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停工可能会比大家 想象中的都要更久 但是它现在是做一个礼拜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还会一直在往下演 为什么 因为你看其他工厂你就知道 这是2023年的这个春节放假期间 提前放假 它说我们放假时间是从 2022年10月25号 到2023年的2月20号 一共放了100天 但是完全让你放假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就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这是某个科技园区 科技公司 他们就说没办法 我们现在缺料缺工都太严重了 这是另外 然后更重要的是 你放假的期间 请你保持手机畅动 对 不要换工作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为止来说 你也找不到其他工作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保证保证 这个是个停谣通知 它原本是在烧枝一些 包括说纺织或一些东西 就那它放假的时间是什么 从2022年的11月1号 然后开始到明年的3月31号 放到3月3 4月才来上公开 对 正式上班时间是2023年的4月1号 所以就说放了假 越来越放越长 大家索性都直接给你放掉 我现在听到很多的消息说 现在在中国很多的供应链 根本就断掉了 完全找不到 因为工人都放下去了 那你看这是某个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他就跟你讲 我们春节放假时间是 2022年的10月18 到2023年的2月15号 所以大家全部 你看他也是一样 放假间保持手机畅通 便于及时联络跟沟通 所以他现在整个 中国大陆的状况 你看很多部分工厂 像一个PCB工厂就说 我们目前只有20%的员工上班 其他人呢 现在有的不敢来 有的是染疫 全部都是这样 只有20% 他说一个接一个检验出阳性 只要咳嗽 不验还好 一验就有阳性 阳性那就请你回家 那河北一个所谓PCB厂 汽车工厂也是一样 目前为止 几乎都没有工人可以用 那甚至在部分的厂房来说 他现在已经要求什么 你只要是阳性的话 你已经阳过了 你就可以来上班 那如果你还没有阳过的话 你最好就不要来上班 甚至还有人说什么 你即使上班来 你不要验 你就来上班 那如果验出来 你就回去 就用这样 所以他们现在整个中国 真的是完全找不到工人 而且非常惨烈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全世界媒体都知道 北京现在很严重 所以现在各国媒体 都跑到北京 不看不知道 看了以后吓一跳 现在北京也太夸张了 每个医院人满国一块 而且刚刚讲的 八宝山的那个所谓的公墓 一烧的每天24小时 根本都不玩怎么办 把很多的遗体 送到别的地方烧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这是根据这个 荷兰金融时报 驻北京的这个记者 艾根拉姆他讲了 这他拍到很多画面 他说 我去这个很多医院里面 看来后 医院里面都是人满为患 不论是发烧门诊 或是急诊 是一堆人 那当然他们没办法 让你去太平间看 但是他也知道说 外面就停了一堆 一堆救护车 那你看 这整个这个医院里面来说 大人小孩 全部都在那边打点滴 大家全部都是 反正我只要感觉到 我好像有点不舒服 我就去打疏医 那甚至人家 连医生 医生已经忙到什么 忙到说 他也要打点滴去看诊 一边掉点滴 一边看着 因为现在医生 你根本没有办法生病的权利 医院都直接跟你讲 你只要还能够工作 你就要来给我工作 所以刚刚那个医生 是一边掉点滴 一边看着 对 没错 那这样 事实上 如果真的过世的时候 他们现在尸体是一距一距 现在不是只有北京 现在整个中国大陆 所有的 这个所有火葬场 全部都是24小时 你知道 以前中国的这个火葬场 他们是早上6点开 下午4点就关了 现在完全都24小时 完全给你完全开 而且现在24小时 完全开之后 你要说 如果你假设过世的话 可能目前排队 你知道两个礼拜 才能够烧得到 那要么你就 用这个OC的方式 如果你愿意付出 大概约莫新台币13万的话 你可以马上 马上是指三天之内 把你火化 那你看每个地方 这个所谓济南兵器馆 也是完全都是 非常多人的一个状况 他说过去一段时间 你知道过去一段时间 北京一天 大概只有烧100多去到200去 现在一天如果真的24小时全开的话 他们以北京的火葬场 一天至少要烧到3000人 你就知道死亡人数 绝对比我们想象中的 可能都还要更多更严重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国际的媒体 就非常的担心 因为刚刚讲的 你现在Omicron 你本来有BA1 BA2 BA5 可是现在到了中国 你却交叉感染 跑出这么多东西来 我们就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 中国验出 他们光是基因序列 他们有验出1000多种 1100多种基因序列 所以现在中国非常非常多 那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为什么很担心 你知道这是国外媒体说了 他说中国病例激增 可能会导致新变种病毒株出现 就像当初的大魔王Delta 一样Delta在印度发现 未接种的人群中间发现Delta 因为未接种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 非常多交叉感染的状况 印度未接种 中国接种他们有效吗 那接种的人数 未接种人数 按照国际的定义 搞不好更高 所以这些人 人家很担心说 会出现变种病毒 那当然 目前为止在中国流行的是 BA.4 BA.5 还有BA.7 这几种病毒株 这种病毒株 虽然我们国内的工业专家 说来台湾 我们也不用害怕太多 但是无论如何 中国现在的疫情 真的是没有让人家 放心的本钱 好 国陈 现在在中国 它现在疫情的大爆发 包含党的感染者数非常多 感染者数非常多 完全不封锁 完全不封锁了以后 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状况 它现在供应链断裂 包括台湾现在止痛 要买不到 也跟中国的供应链 断裂有关系 对 因为中国跟台湾 一个现象也很像 就是供应链都非常的善 所以它现在是街头 非常冷清 工厂也没有人 工厂的人跑去哪里 有2.9亿的农民工 全部都回到乡下去了 因为现在 2.9亿的农民工不见了 因为中国所谓的 长短料非常严重 有些工厂是库存太多 有些是缺料 根本就没有办法生产 那干脆怎么样 广东浙江跟山东 这三个工业大省 这三个省的 工业产值非常大 干脆直接放市60天 那这些 所以我刚刚看到的 有一个放一个月的 放两个月的 从现在从10月开始放 你到明年3月再回来上班 对 那这些大省一旦放假的时候 就会发生什么事 纺织业就会缺上游原料 特斯达 你看座椅就没有办法出货了 所以你椅子都没有 电子业 你平息板没有办法出 所有的电子产品 都没有办法做 连锂电池都会缺货 所以锂电池 现在要缺 要叫所谓的电动车 要出货 锂电池是涨了两三倍 你还未必叫得了货 所以台湾有很多 中国进口车 本来一个月要预估要卖1000辆 现在一个月只能交300辆 所以因为很多的材料都来不了 所以汽车业一样 中国的山东跟浙江 这些都是做汽车零配件 很大的地方 你一不出货 特斯达大概没有做 因为胆子都没有办法过来 所以说 现在三班次变成单班次 而且现在24 等于说 你现在24小时变成 你一个小时都做不到了 现在杨过 或者是杨康跟王重阳都可以 因为你只要杨 得过 得过新冠了叫杨过 杨康 恢复杨康 再得新冠了也没关系 叫王重阳 通通跟来上班 因为现在根本就不管了 闭环式生产也取消 因为根本没功能 功能全跑了 不过更严重的是 像这些金属材料也断货了 所以中国很多 占世界很多原材料 是占非常多 像金属也是太阳能晶片一样 太阳能晶片 它占世界高达八成以上的产能 所以它现在产能只有60到70 全世界因为这样 可能会电池缺货 然后煤炭缺货的话 钢铁也跟着减产了 所以中国整个 它是世界上很大的原物料国家 所以以前说 大家中国坚持清零 大家骂死 现在中国放弃清零 大家怕死 怕死来不死 我现在PCB 我现在汽车理件 全部都缺了 那些对台湾 有直接影响的这种断货 就是我们现在 不是少了这个所谓的普拿藤 不是少了很多子动药 现在本来是说 是中国帮我们大量买走了 结果根本不是 是原来我们的很多的成分药 来自中国大陆 现在如果中国大陆的成分药 不来了 台湾就缺货了 所以根本不是被限购 所谓台湾缺止痛药 这些限购 根本不是中国买走了 而是其实中国放弃清零 全世界都要吓死 都要怕死 原因是什么 我们来看中国对世界止痛药 影响有多大 它占全世界的止痛药的 原料药里面的有效成分 总产能占世界总产能 百分之五十 这么多 它自己一年用一千多吨 出口八万多吨 所以等于全世界的止痛药的 有效成分 几乎都来自中国 而且很多药的原料药 就是制作各种抗生素 各种抗癌药 很多药 其他原料药也来自中国 中国跟印度占了世界一半以上 甚至有些是占了百分之三十 我说有些抗生素的药 所以中国其实是世界上 最大的原料药跟止痛药 这些国家这些东西的产地 所以它断供对台湾 对我们的药品是产生影响的 不只对台湾有影响 像德国就发现说 在日本跟欧洲生产的药品 有七成其实来自中国的 有效料成分 像布罗芬 几西安分 这就是做止痛药的 结果因为中国的防疫政策 我们知道过去一年 中国供应链是断断又复复 所以造成德国的药品供应不适 所以德国也供应不适合 所以德国一样碰到 所谓的买不到止痛药 买不到各种药的问题 所以德国就说 他们最近有一个报告就出来了 儿童的退烧药有问题 咳嗽药有问题 抗高血压药有问题 乳癌药 这些情况都有短缺的问题 所以中国如果断练 影响的是全世界 不是只有台湾 所以问题不是台湾的药被抢走 而是全世界都在缺各种药品 而且刚刚讲 连台湾现在的清外一号 很多人现在得到公民难题 最终是赶快去拿清外一号 赶快吃清外一号 就清外一号的黄芪 包括鱼心草 包括北板南根 也是来自中国 所以大家都说大陆在抢药 到底谁断谁的还不知道 因为像黄芪 鱼心草 北板南根 这些所谓的清外一号 主要原料 都中药材 都来自中国 如果中国以后不供应这些 到底谁断谁的药 还说不清楚 好 所以董事长 现在中国大部分吓死了 你当时封控的时候 是中国人自己骂死 你现在不封控 把全世界吓死了 现在这个 按照现在这个估计 大概我前两天听到美国的这种 美国之音报导 大概他们专家估计到 五到六月份 会呈现一个稳定的状况 大概可以到百分之 明年五到六月份 大概可以到百分之八十 你刚才讲 你这个数字就跟英国的数字 是一样的 现在才在刚刚上波段而已 还没到 你等于说从明年的一月开始 它就急速上升 上升到了一月中以后 它一天的感染是会到 三点七百万 三百七十万 到了 刚刚讲的会慢慢下来之后 到了三月跟四月之后 一天感染是会到四百万人 可是过了四百万以后 才慢慢下去 可是你要到了明年五月份 它才会稳定下来 全国大概百分之八十感染率 然后那个集体 集体免疫力有可能形成 所以说 中国现在要拼说到明年五月以前 他有八成的人会感染 五到六月份 就是五到六月 这美国知情报导 就是我看到国外的专家 直接在他们用那个 整个大数据来分析的 目前的状况 我看北京前两天的 这个 卫健委 这个COVID-19的死亡人数 多少人 多少人 两个人 这什么意思吗 他通通是把它归代成 其他原因死亡 就是因为你的基础病例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肝病 你有其他的 反正我已经盖牌了 通通是把你在那边去 所以你 所以你去比对 他的殡仪馆 比对他的这个病床数字 知道不是什么回事 所以他把它归类的方式 数字上 他作为调整 让国际上数字 看起来是好看的数字 那国际的干预能力的 相对性 他比较衰退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数据 可以知道的 这样的数据 因为现在所有的航班 还是继续飞行 尤其如果 现在最重要是 美国再密切注意 当你美国的航班 飞到 飞机到美国的时候 一去看到 大部分通通中飙 到了美国的旅客 全大部分 通通都已经中 真的假的 都阳性比较多 所以目前 报道上是这样看起来 中国飞往美国 只要进了海关 去做上检测 几乎百分之百 大概都百分之百 大概所以从他的 从他飞出来的人口数 来看的话 那个百分比是 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所以他现在的问题 是哪里呢 现在所以说 他这个 这个他问题是 他基本问题 要回到从前 但他长期的 封控的结果 他大概在上一次 他在上一次的 所谓的打疫苗的时间点 应该是在去年的 五六月份 所以他将近有快有 将近六个月的时间 等于今年的五六月份 等于他大概 相信有半年的时间 都没有在打加强针 像我们最近还打过 加强针 第四季了 第五季都在打 他大概已经是去 已经是今年五六月份 所以六个月时间 六个月时间 其实代表什么意思 没有免疫力 没有免疫力 即使你打 你所谓的科兴的话 你也是有用的 以前中国人 很喜欢讲一句话 用血肉逐尘藏尘 现在中国去对付这个 COVID-19 也是用血肉逐尝尘 他这个方面在哪里 就是说你这五六月份 这半年在干什么 他还搞封控 他每天在挖鼻孔 在那边搞搞搞搞 搞到结果并没有去做 应该有的做的 疫苗的注射的治疗 没有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 造成一个什么现象 你知道吗 造成他 封控的结果 是一个很坏的现象 就变成说大家都没有免疫力 没有免疫力会是什么情况 很容易中 就是非常容易 Omicron的传播力非常广 啪一下就上来了 到了昨天 我看到都是昨天的数字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 可以看到一些data 他说目前中国的感染数字 大概17.8%左右 已经17.8% 也就是说 整个目前到昨天为止的感染总数 大概2亿5千万 所以你刚才一天一天 你刚才算天嘛 我刚才算总数给你听 大概2亿5千万左右 这个数字开始飙涨 开始已经在飙涨了 可是他 因为他 所以目前他们讲的笑话 在路上走路的人 通通都是阳性 那阴穴躲到家里 我感染了 我赶出去 没感染 我躲家里 躲家里 躲家里 躲家里不感染了 对不对 然后他也不要上班 要快过年 就请假了 然后还更糟糕的 医院的护士 也不上班 因为你到医院一定感染 所以现在是感染的医生 感染的护士 帮你再做治疗 所以你稳重的嘛 你到医院是稳重的嘛 所以刚才讲 那个掉脸的医生 他已经中了 他已经中了 他是中了 中的人在 阳性的医生 阳性的护士 帮你做打针 再给病人打针 那病人这百分 全部医院全部都是中的 所以这个感染 会非常的高 这是目前一个情况 而且他防疫力 因为他过去 他风控太轻 所以非常容易感染 他完全没有免疫能力 一点都没有 马上中 现在中国疫情的大爆发 引起了全世界 非常的一个紧张 我们就讲了 美国现在非常紧张 是特别跟中国讲 你有没有需要疫苗 如果你需要疫苗的话 美国可以大量的提供 给你安全有效的疫苗 我们看到连德国 德国都讲 我们现在BNT有很多 你需要的话 我的BNT也可以 大量的提供给你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中国的外交部 已经清楚的 把都否决掉了 我已经拒绝了美国 我也拒绝了德国 他讲说 现在中国 他的疫苗 可以自己满足自己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看到了 华盛顿的邮报就讲了 现在中国新冠疫情的 这个噩梦 将变成了一个 全球大灾难 甚至BNT想说 现在这个疫情的 大蔓延在一个什么 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时间点 而且他已经流失了 民众对他的信任 那为什么想说 现在这样的疫情 大爆发会变成了 一个全球的大灾难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中国虽然美国 不断地打架 它还是世界的工厂 如果中国的供应链 锻炼的话 对全世界的经济 都会造成一个可怕的打击 而现在华盛顿报就讲了 中国防疫政策 大转弯之后 大批工厂的员工 现在染病停下 也就是 现在中国的供应链 有那种锻炼的危机 包括特斯拉 非常易以为傲的上海的工厂 大众汽车的工厂 现在有很多的工人 都因为染疫没有办法上班 甚至我们从 我一个在苏州认识的朋友 他讲他在旁边认识的人 几乎每个人都染疫了 而每个人染疫了以后 虽然这一次 大家讲的是一个清政 可是因为你的基数太高了 基数太高之后 现在中国有一个危机 就是一些大家非常熟识 一个现在非常耳熟能详的人物 现在一个一个倒了 一个一个过去了 这让中国人觉得 这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越来越明显 当然这个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全世界当然非常紧张 我们之前讲了 现在美国讲 你需要疫苗 德国也说你需要疫苗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 打这种安全有效的疫苗 至少你的危机可以降低 你的危机可以解除 危机解除以后 你就不会变成一个 全球的大灾难 就没有想到 中国的外交部 基督律师居然讲 不用了 我们可以自己满足自己 包姐 现在中国大概在发生一场 所谓的优胜劣败的屠杀战 为什么这样说 优胜劣败屠杀 你如果真的撑不过去 那你就只能够过去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显然是 他真的不管 那这几天的时候 国外相当紧张 美国很紧张 美国国务院马上就说 我没有疫苗 你要的话我们赶快给你 这种人道危机 我们不会坐视不管的 那德国 德国总统还跟习近平 通了六十分钟的电话 他说我们现在 我们有库存数亿计的BNT 我们可以随时就送到中国去 你要不要打 就没有到中国 今天的外交部就直接说了 我们自己可以满足 我们自己的需求 自己满足需求 同时他还说什么 我们现在中国正用 最小的代价 来完成最大的抗疫的成果 大家看到完全傻眼 什么最小代价 对 你这个代价太大了嘛 最近你看 华盛顿邮报说什么 中国新冠疫情恶梦 将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 然后BBC说 你在糟糕的时间点 那缺席的路线图 还有刘氏的新任 这个时候开放 真的是造成全世界大恐慌 那人家就说 我们台湾的这个研究单位 何美香就说 至少这个高原期要五个月 未来五个月的时间里面 都有非常大量的人会死去 对 疫情会相当严重 再来是什么 第二个严重是 供应链恐怕会大瘫痪 人员会大损伤 那人员大损伤到什么程度 保安 最近发生一件事 日本的外相 他临方正准备要访问中国 下个礼拜 原地下个礼拜 他说他打电话去中国 没有人接他的电话 也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那事实上 现在中国高官政府 搞不好已经出现 一个瘫痪的局面 好 所以时候 你说现在中国 非常进行无情的 一个淘汰赛 这个淘汰赛 就是很像说 太弱缓强 没错 今天很多下在整理了 12月15号以来 本来有一些人 都是居于高位的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 可是居然一个一个的 都过世了 而且这一波的新冠肺炎 对很多中国的老人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 这个大考验 我们可以讲 事实上从这个 他12月7号宣布这个解封之后 你看很多死亡 从12月15号 你看这么多 这么多是什么 这是媒体整理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不是一般人物 你看 王作斌 中国著名的法学家 他是中国的这个 著名的这个 所谓新中国的 新法学的作者 主要的开拓者 还有奠基人物 这么重要 然后赵紫森 他是什么 光纤通讯的专家 光纤通讯 那这个汤红霄 他是什么 中国工程院的这个院士 每一个人都是 响当当的人物 还有这个 12月20号 吴冠英 吴冠英 他是什么 浮华的创造者 他死了 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一大堆这是什么 他们都是老人 老人 那中国的什么 最近这个雷射的这个专家 赵颖军过世 然后这个稀土野精的专家 赵国诚过世 很多他们中国过去 这个院士 或是他们专家 他们是保护得好好的 就不要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从现在为止来说的话 居然很多人在这几天 就突然过世了一个情形 好 我们看到 中国本来想去 压着这样的疫情 对这个死亡人数的 这个数字 会无陌生 可是当你这么重要的人物 你一个一个死亡的时候 你就压不住了 小杰 我们刚才讲到高官 很多很多那个院士 很多这个著名人物过世 那现在北京里面来说 北京的三菱医院附近 三菱医院 就封入了 三菱医院是什么呢 是北京中南海的高官在用的 谁假的 就不想现在 诶 封院 人家说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连三菱医院附近来说 都完全是 你看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就是 目前是堵塞的一个状况 到底是哪个高官 还是哪个人感染了这个肺 你说三菱医院是服务中南海的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很严重 那甚至 那我们昨天讲到 前电力部部长的这个 齐鸣的服务人过世 然后过世之后 他们忍去描写什么 他说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之后 吓了一跳 医院里面根本 这个太平街里面 根本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踏脚进去 我们还堆疊起来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北京现在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们过去在这个新冠肺炎 刚爆发不是 四方来源武汉对不对 现在是反过来 你看这是湖南省的 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指挥部 他就说了 我们准备了 要组成一个团队 要到北京去 你就知道事实上 他们还有 去北京 对 医护比要一比三的要求 要准备要到北京去 持援北京 代表北京现在很严重 你就知道事实上 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 目前为止来说 可能处在一个 严重瘫痪的过程 因为昨天秦辉得到的 一个资料就是 他的中南海 很多的高官都染疫了 我们就讲 林方正打电话去 外交部没有人接 那不是告诉你 打到外交部没人接 算了 他现在怎么样 他原本下个礼拜要访问 他说好了 那我知道应该是 可能要明年才能够访问 那很尴尬 为什么没有人 外交部没人接电话 没有人给他回应 好他除了这个资料 你知道 因为很多人过世 那什么程度呢 那这是在这个 目前在石家庄 石家庄这个地方来说 他的火葬场 火葬场里面的这个焚化炉 因为有三具焚化炉 24小时不断的运转 他说有三具坏掉 有三具坏掉的时候 现在我们可能没办法 正常的火葬 焚化炉烧到坏掉 等你呢 这个等到我们修理完了之后 你在进来的一个状况吗 他说现在整个完全这样 他说有一个人 PO出来网路上 他说我的老人家六点过世 那十二点来说 要求这个相关单位 来开这个死亡证明书 然后他就跟你说 现在我们这个焚化炉 没有办法进去 就没办法进去之后 结果你知道 他就说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愿意付 一万五千块人民币的话 我马上就可以帮你火化 这个状况 就他批评说 都什么时间呢 还要付钱 你还要我们来抢这种 发这种国难财 你知道他现在整个 火化的这个状况 连很多焚化炉 目前为止 可能烧一烧之后 他就没办法再烧 烧一烧之后就没办法再烧 因为他都是24小时 不断的强行运转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看到了这个帖子 我就把我吓死了 还说他的父亲在那边过世了 过世之后 他就拉到了八宝山的火葬厂 他就来讲 很多人是坐着来 什么意思 我是用私家车 直接把你载到了八百三 没错 没有林车 没有棺材 这边直接就进去 那个多惨啊 你在林车 你连棺材都没有 而且他们现在 都到什么严重的程度 现在他们是要求说 你只要染疫人员 你染疫了 你是这个殡葬厂的工作人员 你还是要给我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完全处理 不玩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他现在真的 整个中国是真的非常 惨的一个状况 好 那刚刚讲 那习近平呢 这两天都没有露面吗 他说现在的北京的金城 变成惊恐的惊论 对 没错 事实上习近平这几天没有出到户外 他在12到15号的时候 初期这个中央竞技会议 那这几天的时候 见了俄罗斯的这个总统 梅德韦杰夫 总理梅德韦杰夫 他说没有出去的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整个北京了 也是空荡荡 虽然没有封城之石 但是其实有封... 没有封城之民 北京街上都没人了 地铁里面没有人 那这么大的地铁里面 然后但是呢 医院里面倒是人满为患的 这个状况 大家都跑到医院去 甚至在医院的时候 半夜三更的时候 还是在排队 现在呢 要嘛你就是在这个 火葬场在殡仪馆的这个地方 要嘛你就去医院 要嘛你就在家里面的一个状况 他们都说很奇怪 这是半夜三点 赶着在急诊室外面的人 现在整体的运输量 大概比之前呢 下降了大概58%左右 那除了这个北京之外 上海也是一样 现在很多外企 或者是他们本身的工厂 在抱怨什么 你要开放 你早一点跟我们讲 我们根本没有准备 那事实上这个 《华尔街日报》就这样说 中国反应政策大转弯之后 大批的工厂工人 已经染病请假 现在是我要做 但是没有工人来 为什么 因为原本 这个上海的这个美国商会 就跟你就说什么 你要照理跟我们讲 我们你要让我们准备 我们可以准备抗原 口罩还有药品 但是你没有让我们准备 什么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 所以他现在就说 来了之后 我们希望你来 但你来你产力之后 我们也只能够让你回家 所以现在有大规模的工人 都是处在一个生病的这个状态 特斯拉就说 原本特斯拉是24小时不断运转 他现在根本不可能 他说你进来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阴性的证明 那如果你假设流感的话 那你可以检验 如果你真的生病 你就可以走 要不然如果你不检验 你也继续在这边 那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很多工厂都是这样 他就是说你来的时候 如果你有咳嗽 你就自己走吧 要不然的话你就自己 你就自己工作 工作到你倒下 你就回去 就这样 那你知道事实上 所以你就在染疫 我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为什么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人真的不够了 那真的不够 所以他现在整个供应链 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那这个冲击不是只有现在 可能一波一波的疫情 一直冲击 冲击到明年二三月之后 才有可能会过去的一个状况 而且他现在之前讲 如果你是轻症 你没有症状 你不用验 你可以上班了 这是中国官方 直接跟你讲的话 你看这是重庆 他说说无症状 还有轻症者可以正常上班 他说非必要的话 不会检查 所谓核酸证明的阴性报告 所以他现在都是这样 你要不然就不放 你放这么彻底 放得非常彻底 而且放到彻底到什么程度呢 他现在也不管你了 而且我们不是说吗 明年一月三号 可能是零加三 让你外国人 也可以进来一个状况 反正他现在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摆烂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嘛 现在中国到处准备 要进入一场所谓的 优胜劣败的生死搏斗 今天下期再见 欢迎再看关注宝 今天三年前 COVID-19从中国爆发 扩散到了全世界 这三年来 全世界饱受COVID-19的肆虐 我们受到很大的一个 生命财产的一个大击 三年过去了 我们总算传口气来 我们看到了曙光 我们把口罩拿下来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中国 竟然疫情又大爆发了 现在中国在完全没有准备的状况下 它居然突然就解封了 解封了它没有任何阴影的策略 现在中国我们刚刚讲的各地 医院都大爆发 现在死亡数字不断地攀升 美国的一个流行病专家 他居然这么讲 他说未来三个月的时间 中国有60%的人口 他将会感染 而中国60%的人口 就是什么 全世界10%的人 都会感染新冠肺炎 而且死亡人数 可能高达数百万以上 而且大家觉得紧张跟恐怖的是 你如果中国 你如果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它变成一个疫情的大熔炉 这个疫情的大熔炉 你交叉感染 会不会跑出新的病毒出来 而现在传出来说 中国现在新的病毒 就会高达一百多种 一百多种 如果再扩散到了全世界 那难道会有一个新的疫情发生吗 特别是台湾就在中国的旁边 台湾会受到这一波 疫情海啸的冲击吗 而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院 非常的紧张 美国的国务院居然这么讲 如果你们需要疫苗的话 美国非常乐意的提供 美国以前是多么在乎疫苗 而且美国的疫苗是要卖钱的 可是现在对于中国来讲 我跟你本来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我对你要全面的封锁 可能没有想到 对这个疫情来讲 我疫苗可以大量的提供 就可以看出来说 这样的疫情 全世界有多么样的一个害怕 而这个疫情 真的整个扩散开来 产生新的病毒 会造成新世界一波的 整个的感染巨浪吗 所以我今天本来对于中国的疫情 没有很紧张 可是我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本来是讲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疫苗了 如果你中国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马上提供 而且我们的COVID-19的疫苗 是安全有效的 他说你今天第二大的中国病例数 会带来人道成本 也会有经济成本 我们好不容易走过了 COVID-19的这样的肆虐 看到了曙光 经济开始也要重新来了 又会有一个大爆发吗 而且三年前爆发的 这个COVID-19来说话 已经慢慢平息之后 但是现在大家很担心 会不会又重新再 让这个COVID-19再度的大爆发 有这么可怕吗 为什么这样 因为中国突然之间 它毫无准备 在12月7号两个礼拜前 宣布大解封之后 因为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 保健 没有任何准备 中国现在真的是很惨很惨的状况 买药买不到 然后医院大排长龙 然后目前为止来说 火葬堂每天都烧不完 感染人数在直线攀升的这个状况 你知道在四川有人说什么 没有感染的人 没有感染的人比大熊猫都还要少 真的假的 你说现在相当相当是严重 就是甚至连这个美国的华裔 病学专家就说 他说未来中国三个月时间 60%的人口都会感染COVID-19 简单的我算给你听 60% 8.4亿人口 然后占全世界10% 而且都感染新冠肺炎 而且死亡人数会高达数百万之多 最重要事实上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 中国要爆发或是失控的疫情 而且丁良是用地狱阶段来形容 没错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官方说我们每天感染人数很少 死亡人数很少 但是CNN就做了一个大报导 他说中国公布的时候人数很少 但是CNN看到这个不同故事 他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很紧张 美国也非常紧张 美国普莱斯就直接说了 我们已经准备要给中国的疫苗了 我们BNT跟莫德纳都有用 你要不要接受 他说得很清楚 因为中国的病例数大增 会带来人道成本 恐怕也会对经济形成另外一个重大的阴霾 好 事实上刚刚讲到 三年前也就是整个武汉肺炎 整个COVID-19 就是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 造成了一个全世界大爆发 现在他担心说 如果中国你现在不管控的话 你接下来也会造成非常可怕的结果吗 对 没错 现在全世界最担心的是什么 整个中国医疗崩溃 你当然死亡人数或是感染数非常多 但是现在大家担心的是 因为你感染人数太多之后 恐怕会产生新的变种病毒 有新变种吗 现在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 就有一百多种的变异病毒 非常多种 一百多种 一百多种 而且他们现在最担心 就有一种叫做地狱犬的病毒 那那事实上现在 叫地狱犬 叫地狱犬的病毒 那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到底会在变化生什么灯物 大家不知道 所以连佛企都说 他可能一旦会变成 得到一个全新的病毒以后 变种的话 可能会对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影响 甚至连这个美国 这佛企讲的 对 甚至连美国旅美学者都说 武汉危机有可能会再出现 也就是说假设中国出现了这个病毒之后 他们又出去了 那会不会造成不一样的感染的程度 那这张图是什么 这张图是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各地的感染的比例 这是人家整理出来的 这个数字 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大多的都已经感染的人数 都非常非常多 甚至你看北京 成都 重庆等等 目前感染都保守 已经超过30%以上了 所以在目前为止 真的感染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知道 微博 我刚才就讲嘛 在这个四川就说 我现在身边还阴的 大概比大熊猫的这个 还多不到几个 你就知道现在中国感染的状况 真的是相当相当严重的一个情形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现在中国的大陆的状况 我们现在这样你看到画面 他的病床已经没有任何空间了 一个挨一个 而且现在很多的病床根本进不去 他就在走道 甚至很多人往生了以后 你没有地方 一个不白的 你就丢在旁边 你觉得已经够惨了吧 没有 他说最惨的时间还没有到 未来三个月才可怕 未来中国会一波一波的往上冲 那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第一个完全附和不了 是他们的火葬场 你看这是第一个 中日的友好医院来说 里面来说 这是一个人去拍的 他去一个杂货间里面 就是说堆杂货 堆在杂货间 还不是台平间 就没想到他居然发 在里面数 他就数数 他居然在这里面 有19具遗体的这个地方 包括说像在北京东郊的 这个殡仪馆里面来说 你看外面 他这个 他拍得非常清楚 他往外拍 因为他里面已经进不去 往外拍就是 准备要送到殡仪馆里面 火葬场里面的 你看这个车流量多大 都一直往外走 都还走不晚 另外在很多医院 不是只有北京 北京当然非常严重 目前东北也是一样 东北很多病患就病死 病死的时候 他就没有放在太平间 他就放在走廊旁边 你看这是在走廊 太平间已经放不进去了 真的放不进去 都放在走廊 然后就可能一个病床 或是放在地上 就这样一个状况 那甚至还有更惨的是 在河南 因为河南的这个设备 没有那么多 我们不得已把它 马赛克起来 你看这都放在地上 全部都是摆满了 尸体的这个情形 那甚至我们就讲 到底多严重 你说他们又不见得 真的是这次死亡 就有人到天津的 这个殡仪馆去 就非常你看排队 因为稍晚要排队 领骨灰坦 都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 一直在那边认领 那你看他手中的就是 A166 就是116 就是表示他你看 今天至少领了 116号以上的这个 而且A16是代表 这一排的116 现在整个真的是相当相当严重 人家就估算 现在北京有一共有 这个20几个火葬场 全部开了这去烧的话 一天也要烧到4000多人 那目前到底 有没有烧这么多人 大家不知道 但是的确目前火葬场 是个满载的这个情形 而且刚刚讲到 中国一直在隐瞒数字之后 没有我们的死亡数字很多 我们的死亡数字 比台湾的数字还要低 可是不对啊 刚刚讲到的 现在已经慢慢 也隐瞒不了了 你不然隐瞒不了 刚刚讲到 他已经不是只有 中老连人 现在有的妈妈都说了 一个小室的小学生 就突然都往生了 他为什么 怎么会知道 因为他在家长的通讯里面 传达这样的讯息 没错 事实上是一波 对中国的老人 当然是损伤非常严重 另外一句是小孩 你看这几天的这个情形 目前的重症病患里面来说 完全都没有 完全都满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进去了 甚至连地上 都躺满了重症病患 你看就是躺在地上 因为没有床 让他这个住 另外一个 你看天津 目前的急诊室 全部都是非常多人 大家都完全挤到 急诊室的一个情形 这不是只有在天津 中国各大医院都这样 那甚至还有人 他带着小孩来 小孩发烧 没有病床 他跪了下来跟医生求 就医生也跪了下来 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 给你病床 双方就这样子 两相这样对着 他跪着跟医生 对 医生也跪着说 你不要求我 你不要求我的一个状况 甚至这样 这很多小孩子发烧 他没办法进去 那没办法进去在外面 就没想到这个小孩子 就这样就昏倒了 那刚才宝洁讲到 很多小孩子都不幸过世 这就是他们发在 他们的群组里面的一个状况 他说你们老师跟我说 这个病 病有没有很严重 结果没想到我的小孩 没多久之后发烧 然后弱阳性 弱阳性之后没多久 马上就过世 他说千万不要相信 政府说的什么 COVID-19没有很严重 事实上他觉得 相当相当严重 好 我们看到了 现在你都在讲 我就是发烧为有趣的 到中国就喜欢打点滴 你如果这样打点滴 你有这么多的人 你不是更容易扩散吗 对 没错 因为中国发烧了 他们就会打输医 那你说你看 这整个完全大家挤在一起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挤在一起打 会不会又产生更大的危机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招应是这样 那人家产生非常多的问题 就是很多大妈其实都还好 但是问题是 他们可能有点发烧 她就害怕 你看就跑进这个 跑进这个医院里面 马上就把所有的病床都站满 然后挖挖打输医 抢病床 抢病床的一个状况 甚至你看 抢到什么程度 你看外面的车 这是外面的车哦 大家都坐在车上 然后就输医就往里面 打了一个情形 现在完全中国都是 大家能够打输医的地方 大家全部都在打 所以你看 大家都在买东西 买这个输医来打 整个状况就是 现在全中国 要嘛你就是 因为目前为止 中国的发 现在中国还缺什么药 保险上 原本他们那种所谓感冒 什么 现在完全都不够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过去几年 原本都是 他们是全世界生产最多了 但因为他们过去几年 他们因为这个发烧 这些都是国家管制 就没有 现在要你生产 就这些药伤的 所有人都生病 生病都没办法生产 药伤也生病了 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说 真的是雪上加霜 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消息 那甚至你看 中国目前的 整个这个状况来说话 大家都认为说 你看 这个是中国公布的数据 都没有起来 那到底是死亡人数 是不是真的很少 保险前一阵子就说什么 中国终于有两例死亡 那为什么会有两例死亡呢 主要原因就是 人家网路上就说 因为他们都是名人 你看 这是名人啊 你看水利电力部的 科技委员的 这个齐敏的夫人啊 然后包括说像什么 北京市长城企业 战略研究所所长啊 或是说这个什么 中国青年报的副总啊 就因为都是名人 名人 你压不住 对所以你不得不公布说 我今天两个 那明天三个 因为那都是名人的 这个状况 但是呢 具体真的死亡人数 绝对比官方公布 还要更多 所以我才跟他讲 接下来大概约莫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呢 真的中国 如果你没有时间 真的千万不要去 因为中国的疫情 大爆发起来 这个真的是相当像 是个人道危机 同时对经济 也会是个 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市长 你有很多的台商的朋友 他们真的讲 现在在中国 真的人心惶惶吗 真的是相当严重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病房 没有病房 要药没有药 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 现在他们能够做的 就是发烧 你就只能够待在家里面 这真的是 他们也不知道 该怎么因应的情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